預約酒店經常都是用 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看房間是多大 多少米或多尺 沒有什麼就不要預約Airbnb 因為Airbnb一定是最喜歡業主 Airbnb的問題就是它撐起你的錢 你失敗了 我又想轉回去酒店又不敢預約 因為我又怕Airbnb不退錢給我兩邊 如果美國就更加要注意 你可能美國清關不是開玩笑 你排隊有時都不知排了多久 你可能本身預約好程短的內陸機 是接不到的 那你就會浪費了整張機票 所以這些情況其實我去到尾 我也是清完關 然後可能馬上上網買一張 新的機票是給內陸的那一段